红元兴的语速很快 生怕自己说得慢了 面前这个男人就动手了 听听刚才 他刚才说的话是什么话 那是人话吗 三言两语 还有对方身上若隐若现的凶煞气息 红元兴算是搞清楚了 面前这个男人根本就是魔鬼 在这样恐怖的存在面前 不存在什么讨价还价 为了保住自己这条姓名 红元兴只能够率先带路 这位大人尽管放心 我这边不仅带路 还要提前通知那边 将一切准备妥当 好好迎接你们的到来 红元兴这边态度真诚 与其殷勤 萧天这里听到红元兴的话 皱着眉头 所谓的带路又是什么意思 你提前通知又什么个流程 都赶紧讲清楚 红元兴不敢隐瞒 将自己能够说的事情都说明白 事情一旦述说而出 我肯定灰飞烟灭 甚至还来不及说完 如此一来 岂不是没办法帮助到大人了吗 故而我才在前方带路 让大人去一趟 能够找到真相的递解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我是从侧面 来帮助大人的解答案 这边红元兴的语速飞快 向萧天描述着 自己内心的想法 而且 我提前通知那边 让他们迎接大人 更好地知道内容 岂不是最好 这样还能够避免一些 不必要的冲突 也能更加方便 大人了解事情的真相 不至于浪费时间 红元兴接连不断地讲着 所思所想事无巨细 尽皆让萧天清楚 想要保住自己的性命 就要避免出现什么误会 避免误会 就要把话说明白 藏着掖着当谜语人 事情只会越来越糟糕 萧天没有直接回答红元兴 反而是扭头 朝着旁边询问 叶 此事 你怎么看 可行 紫若燕轻轻点头 回答自己夫君的问题 你实力无双 再走一趟 也不会出什么问题 如果此行可以知道真相 知道一些过去新秘 也未尝不是一件好事 其实 从这些遗迹和过往的情形来看 只怕是我们藏灵很久以前发生的事情 而这些久远过去 岁月发生的事情 恰恰是我们想要知道的内容 紫若燕讲到这个地方 目光移转 停留在了红元兴的身上 只不过 你在智慧内容过去的时候 得让我们监督着 避免你说一些多余的话 紫若燕开口拍板 同意自己的计划 红元兴松了口气 眼下这条性命 定然是保住了 尽管放心 我一切行事 都在你们的眼皮子底下做 说着 红元兴便是伸手示意 朝着不远处指引 请随我来 萧天这里率先动身 朝着前方红元兴所在 靠近过去 并且朝着边上 紫若燕等人叮嘱 跟在我的身旁 必要离开太远了 嗯 紫若燕等人 轻轻点头 知道厉害关系 紧紧跟在萧天的身后 红元兴确定 众人跟上之后 继续在前方领路 越过了那个庞大的 祭坛区域之后 便是抵达到了后方 那边靠近之后 便可以清楚地见到 有着庞大的建筑群 只是偌大的建筑群 好像是被切割了一样 并不完整 损坏的建筑数量 也不少 都是呈现 一个坍塌的状态 只剩下了一些残缘断壁 红元兴行走前方 带着萧天等人过去 穿过了这些建筑 萧天等人仔细观察四周 能够发现这些建筑 存在的岁月 十分久远 从建筑的款式来看 十分的熟悉 再想一想 不正是先前怨气 凝聚呈现出的画面之上 那巍峨辉煌的城池吗 难道说 这些所谓的废墟 就是当初 那些城池残留下来的 想到这个地方 众人都是仔细观察着四周 看看能不能够 从上面找到什么线索 但十分遗憾 仅仅是看这些所谓的废墟 根本没办法找到 什么有用的信息 跟着红元星 逐渐靠近前方的时候 萧天等人 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 正前方所在的区域 忽然是有着空间波动 浮现而出 这样的波动 让众人不由自主 朝着萧天的方向 看了过去 空间波动 给人的感觉 分明更是空间加层的存在 但是 根据萧天过去的行为 他将世界之力 稳固强化之后 空间应该是释放出来了 眼下这死气弥漫的遗迹区域 就是从被加层的空间 释放出来的区域 怎么这个地方 还有着加层空间的气息 大人 接下来要寻找答案 这个地方 就是必经之路了 红元星朝着前方 空间加层 波动指示 朝着萧天解释起来 原本这就是死亡之地的下一层 而我们死亡之地 本身也是潜藏在空间加层之下 不知道为什么 忽然浮现于水面之上 红元星连忙说明着 将具体状况 仔细讲了出来 避免萧天等人误会 他是要将众人 引入这个空间加层内 谋害他们 没事 我看看情况 就知道了 这边 萧天忽然是开口来 伸出手伸向了面前的 空间加层区域 随后 在红元星 无比惊恐的目光中 硬生生双臂发力 将面前 这裂开的空间扒拉开 裂开的空间窝口当中 流淌出来的气息 让人的眉头猛跳 浓郁之极的死气 近乎要一散出来 并且 这深黑色死气当中 夹杂着鲜红色的生命气息 照样诡异之极 而萧天这边 将空间加层扯开之后 探头朝着里面 观望了之后 收回头来 满意地朝着旁边 表情呆滞的红元星道 不错 你很老实 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 说完之后 也不管旁边呆滞的红元星 回头朝着 紫若燕他们道 那边很安全 可以过去了 说着 萧天便是率先进去 紫若燕等人 对于萧天的惊人举动 早就已经见怪不怪 也跟着 穿过了前方空间 加层裂缝 徒留红元星一个人 还傻愣愣地站在那 默默地瞧着 被撕扯开的空间 加层裂缝 脑海中 还浮现着萧天刚 才徒手撕开 空间的行为举动 这是人 萧天并不知道 自己简简单单的举动 居然会将那红元星 下成那个样子 穿过空间裂缝 区域之后 抵达了另一边之后 面前的景色 让他还有后面 跟过来的紫若燕等人 都有些许的意外 这片天地之间的空间 好像并没有想象中的 那么宽广 尤其是当萧天的意志 朝着四周 扩散出去之后 旁边系统旺财 借助萧天的帮助 将这边的情形 还有大小地界 进阶式模拟出来之后 更是让人感觉 意想不到 匪夷所思 按道理 这边的空间 应该是另一层 并且朝着远处 扩展开去才对 怎么却是方方正正的 给萧天的感觉 就好像是这片空间 是从原本正常的世界 切下来一块 这才会呈现如此的模样 后面跟着进来的红元星 到了之后 便是立刻见到了 萧天面前 由系统旺财 凝聚出来的模拟图像 看到那图像的时候 红元星的表情 也是有一丝丝的变化 大人 你们这么快 就已经将这边探索清楚了吗 听到红元星的话 萧天扭过头来 朝着对方所在方向看去 这个地方 又是哪里 为何会是这个模样 红元星 一脸苦涩 朝着萧天 轻轻摇头 回禀这位大人 具体情况 我也不甚清楚 从过去的时候 我就是负责 镇守这两层空间区域所在 前面一层 避免那怨气 丛生的残念之人暴动 这一层 我的职责 就是避免这里的空间 出现什么异种 避免有什么闯入者靠近 若是有生灵 进入其中 必须要将其抹杀 边上 苏梦里再度 仔细观察周围 最后回头 看向着红元星 此处 空无一物 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 又是为何 你的带路 便是这般来带的吗 红元星 瞧见苏梦里 朝着自己提出质疑 连忙摆手 并非如此 只是想要前去 真正有答案的地方 必须要经过这个这里 而且 想要跟对方取得联系 提前知会 也要借助这里 说完 红元星便是 继续向前在前方领路 各位随行过来 便能够知道清楚了 萧天等一众人 跟着红元星身后 继续前行 不久 前方出现一座大殿 通体灰黑 烙印着血色纹路 空间的波动 也是随之荡漾而出 跟先前不同 这里空间波动异常的稳固 并不混满 跟着红元星上 前去不久 接近了前方大殿后 能够看到殿门打开 大殿门口 有着守卫 白骨 仲凯 弥漫着黑色死气 一动不动稳如山 当萧天等人靠近时 这守卫 才有了动静 变换了面朝的方向 红元星 立刻挥手 有动静的守卫 这才恢复了沉寂 进入大殿当中 众人倒是有些意外 这个地方一扫过去的死气沉沉 反而是灯火通明 明亮不已 其内也收拾得非常精致 摆放着不少的装饰 仔细看 略微感知 能够发现 这里不少的东西 跟萧天等人所在的时代 接近不少 并且 还有不少东西的时间痕迹 有些断层 此处空间 毕竟处于空间加层当中 无尽的岁月当中 偶尔会有人会因为沦落于空间乱流中 被卷到这个地方来 见到众人疑惑 红元星解释起来 搞定这些倒霉的入侵者 他们身上的东西 自然就成了战利品 在这种地方 枯燥无味 无趣得很 当然得用这些东西 打发下时间 说起这里的时候 红元星的脸上 还有些不好意思 但仔细想想 哪个女子不爱美呢 除了大殿当中的布置 最为重要的 便是正前方 类似于新门一样的存在 这个 正是传送阵 想要通过这边的传送阵 抵达核心区域 必须要提前知会 也正好通过这个 来提前告知那边 避免不必要的冲突 红元星 指着面前的传送门户 朝着身边萧天等人解释 随后 他便是在萧天等人 注视之下 开始书写内容 准备递交给对方 在上面的内容当中 红元星尽情地 述说了萧天的恐怖实例 以及他做出来的事情 其中崇拜 尊敬的话语 那是连绵不绝 并且 红元星在书写的内容当中 重要提及了 对方需要做的准备工作 还要应该怎么样去配合 服从 红元星 更是着重提醒了一下对方 不要抱有什么幻想去抵抗了 除了找死没什么区别 请务必以最真诚的态度 最真挚的服务 最真心的布置 迎接这位大人的抵达 如若不然 后果自负 最后写完之后 红元星给萧天等人展示 而萧天等人 都有些不好意思了 没办法 红元星 在书写内容当中 对萧天夸的 实在是太过分了 简直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夸赞 搞得萧天看着这书写的内容 有些脸红了 不过 众人也能够确定 红元星却是没写什么特别的内容 至于将萧天的实力透露过去 紫若燕等人觉得没有问题 只有这样 才能够震慑到对方 从而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真的要动起手来 萧天一个不小心 将对面空间打得爆裂 毁灭了证据 接下来要去恢复 鬼知道要多少的时间 这也是为何 紫若燕同意 红元星的安排 得到同意之后 红元星挥手之间 将书写好的内容 用死气 承载着朝着前方 门户甩了过去 死气触碰到门户之后 浮现出空间波动 并不大 但是 正好将那信件吞噬 消失不见 接下来 我们只需要静静等待就好了 红元星做完这一切 松了口气 浑身酸软起来 明明是一件小事 他依旧很累 没办法 跟在萧天这样 恐怖地存在身边做事 那是如履薄冰 步步都得小心翼翼 不能够出半分的差错 如若不然 自己这条小命 可就彻底没了 可不知道为什么 明明事情都已经办好了 总感觉心里发慌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呢 葬林的另一层 空间加层区域内 有着一处 更加广袤的区域 这边的状况 明显是要比 红元星阵手的区域 要好太多 里面同样弥漫着浓郁的死气 黑色的气息当中 缠绕着血色的生命力 只不过 相较于 红元星阵手区域当中的 混乱无序 这边弥漫的死气 明显不同 似乎得到了梳理 井然有序 未有分毫的混乱 正中央 有着一处巨大殿堂 跟先前红元星的殿堂 很是相似 只是无论从规模上来说 还是从气势来讲 都要更甚 殿堂的正中央 有不少气息不俗的存在 聚集此处 当中 气势威压 最为可怕之辈 则是殿堂前方左右 列尾之上 怎么瞧见阁下 心神不宁 浑身肌肤苍白 披着黑色王袍的 红远霄 瞧着对面的身影 十分奇怪 此刻 端坐在 红远霄对面的身影 赫然是一位万象神族 浑身经纹 头顶神纹长脚 生气满满 跟周围的环境 还有存在 都是截然不同 格格不入 古父全端坐在原地 沉默半想后 这才露出笑容来 说起来 我也不太清楚 总是感觉心中慌乱 想着有什么事情 会发生 不管这些了 或许是此地的环境 还是有些无法适应 才导致这样的感觉吧 还望物怪 对此 红远霄笑了起来 朝着面前 古父全摆手 何须这般客气 如今 你我达成合作 定然是 能够在这大事到来的时候 再次开展一番誓言 多少岁月了 无论是我们人族 还是你们神族 都已经沉寂太久的时间了 如今藏灵的后背 当真是不争气 毫无用处 居然被藏武压着打 真是可笑得很 讲到这个地方 红远霄似乎 十分生气 还重重地垂了一下 面前捉案 愤恨不已 古父全不可置否 但人开口 我们彼此联手 重掌藏灵之后 还只是第一步 毕竟如今的藏灵和藏武 都是彼此纠缠在一起 并非分成的上下两届 如今我们在下届 拿下这个基本盘之后 还有上届这个 硬骨头要啃 最新一代的人族 崛起了一名叫做 子籍无敌的人皇 不容小觑 古父全认真说道 宁望着面前的红远霄 继续补充说明 更别提老一辈的神族们 正在复苏 谁也不知道 会发生什么事情 对此 红远霄露出了爽朗的笑容 拍了拍身边的古父全 示意他不要太过担心 你我联手 这些痴美亡两算什么东西 红远霄豪气万丈 自信满满 等到我们立下大功 完成大业 前途更是一片光明啊 红远霄讲到这个地方 咧嘴笑了起来 目光朝着面前 扫视了过去 在他的面前 大殿当中坐着的人 便是他麾下十大将 任何一个单单拎出去 如今的藏武 都不是对手 就在红远霄 还有古父全 相谈甚欢 讨论着以后安排的时候 殿堂之外 忽然是有身影 快步走了进来 走入进来的身影 浑身笼罩在厚重铠甲中 缝隙当中 不断一散出黑色的死气 在他的手中 则是拿着一叶杏纸 上面还飘荡着气息 大 这名死气弥漫的 重甲士兵 忽然是止住脚步 单膝跪下 将杏纸双手奉上 旁边 距离最近的一个 高大身影起身来 将那杏纸接了过来 转身朝着手座上靠近 主公 高大的黑色身影 声音低沉 将手中杏纸递了过去 是红圆星 哦 红远霄伸出手来 将那杏纸接到了手中 死气微动 便是有着一道印记浮现出来 瞧清楚这个印记 红远霄点头 不错 的确是红远霄的印记 随后 它便是仔细阅览 信件当中的内容 逐一扫尸过去之后 皱紧了眉头 可是 居然让你都这般的沉重 边上古腹拳 瞧见红远霄的表情 感觉到十分意外 他不知道 能有什么事情 会让对方露出这样的表情 红远霄随后挥手 将手中的信件 给对方看 古腹拳 将那信件 拿在了手中 仔细阅览之后 面色一变 怎么可能 世上怎么可能 有如此恐怖之人 自然不可能有 我在想这红远星夸大其词 到底是个 什么意思 红远霄妈撒着自己的下巴 念叨起来 他让我这边大摆宴席 毕恭毕敬迎接 坦白一切以保全性命 可笑 怎么可能 本王如何可能 答应这等屈辱的条件 他红远星会不知道 但红远星 依旧这么做了 意欲何为 古腹拳拿着信件 再度阅览起来 斟酌一二 不管是不是夸大其词 如今这位红远星 发出这样信件 代表着 他已经受制于人了 他一边说 一边将手中信纸 还给红远霄 还有 若是这边不同意 是不是那边的传送阵法 便无法开启 红远霄点头 接过信纸 放在桌案之上 伸出食指钦 轻点了点信纸 上面已经留有印记 只有我这边适应 开启传送阵法 那边才能过来人 那么 我这里 有一个大胆的猜测 陈阴片刻 古腹拳忽然是双眼一亮 朝着红远霄看过去 信纸上很多内容 更多是给 制住红远星之人看的 好稳住对方 实际上就是通风报信 想一想 那残念之人恐怖 信纸上之人 哪里有本事杀意泯灭 功德塑造精深 轻而易举搞定 完全不寻常 而且 瞧这个描述 吹得更是天花乱坠 塑造精深度人 并且万千金光行 理化作长河离开 这事情太过玄幻 按照我的猜测 这人只怕是有些本事 更是有着一宝傍身 有一些 残念之人泄露出来 被他制服 红远星受制于他 无可奈何 只能以这种吹嘘的办法 讨人欢心 而且 观这信件 瞧这要求 我甚至怀疑 就是此人提出 逼迫红远星照办 想来这人狂妄自大 不知深浅 恐怕传送阵一开启 他就会堂而皇之地过来 讲到这个地方 古父权眼中闪烁金光 一拍猪暗 凝望红远潇 何不如借此机会 将这人拿下 看看他到底 是用什么办法 拿下残念之人 古父权的话 让红远潇短暂地 陷入了沉默当中 内心当中 则是在仔细思量 对方话语当中的可能性 还有 不知道 这位换作红远星存在 可否是愚笨之辈 这边 古父权再度开口 好奇询问 听得此话 红远潇白首 肯定的回答 自然不是 这红远星 算是我麾下中 极为机敏的存在 审时夺势 聪慧之极 得到这般答案 古父权再问 那么 他的实力 在您麾下又是如何呢 中游片上 并不算突出吧 只是寻常机灵得很 偶有剑弓 让人有印象 红远潇再回答 说明缘由 见到红远潇这般说 古父权这才拍手 朝着对方开口道 如时如此 那么这信件当中的内容 就有了新的解读 很显然 这来犯之人 实力远胜于这红远星 强迫他传递信件 而他则是将计就计 以这信件传递消息 让我们做好准备 古父权说着 指着信件当中内容 瞧 看似让我们投降 不要抵抗 以极为诚恳的态度 迎接这位所谓的强大存在 但这个红远星 应该是知道您的实力 也知道在座 十位的强悍实力 却为何要说出 这样的话来呢 古父全眯着双眼 仿佛洞悉了真相 很显然 红远星让我们 好好欢迎的意思 便是埋伏出手 在对方通过传送阵 抵达之后 以雷霆一击 将对方拿下 谋求对方 解决残念之人的秘密 一旦我们能够得到 残念之人解决的法门 对于今后的计划 对未来也有着莫大好处 提及这里之后 古父全再度伸出手 指着信件最后 这也是为什么 对方在信件末尾提及 只要我们好好办事 好好迎接 方能够走向 更加辉煌的未来 他暗示的意思 便是我们只要 拿下此人 未来可期 古父全语气斩钉截铁 做出了最后的判断 红远潇眼中 绽放出光芒 再仔细看信件 只感觉头脑清明 好似一切疑云 都迎刃而解了 仔细想来 只怕还真是这样 红远潇 那是越看越觉得 跟古父全猜测一般无二 红远心夸张的描述 还有离谱的信件内容 按中指的 恐怕正是这个意思 既如此 那还等什么 红远心生死 都掌握在了别人手中 依旧找到了机会 通知了我们 此时此刻 何至于犹豫 咱们都准备好了 给这位不知道 天高地厚的家伙 一个丰厚的见面脸 讲到这个地方 红远潇是站起身来 朝着旁边 古父全开口 古族掌 和不如一起出手 也算是一场仪式 如此一来 你我便是首次合作 联手对敌 岂不是妙哉 听得此话 古父全脸上露出笑容 阴云点头 那是自然 荣幸之至 希望这一次 我们的合作 能够给未来 真正地开个好头 随后 红远潇是立刻站起身来 带着麾下十大将 还有这古父全 一同朝着大殿的后方 走了过去 大殿正后方的所在 正是传送阵的通过门户 只有他这边 开启了阵法之后 对面的红远星 才能够带着人过来 而等会阵法开启 中了计谋的敌人 那位狂妄的存在 将会彻底落入 他们的圈套内 哄 伴随着红远潇 抵达此处 整个殿堂当中的 死气瞬间喷涌而出 比起过去 是要浓郁太多太多 偌大的殿堂当中 就好似是死气的 黑色海洋 再翻滚不休 令人震撼 升腾起来的 黑色死气 伴随着红色的丝线 形成了一层 黑雾般的铠甲 附着在了 红远潇 以及其麾下十大将的身上 不仅如此 整个大殿的上空 更是浮现出了 黑色的幽名长河 这一刻的红远潇 还有麾下的十大将 几乎是严阵以待 对红远潇来说 敌人狂妄自大 那是对方步入毁灭的第一步 而自己这一边 需要做的事情 就是稳扎稳打 不能够犯上一点的错误 既然说 是要将对方拿下 那么就要 以雷霆般的速度 将对方彻底掌控 不能够有一丝一毫的机会 让对方得到 哼 这次正好是跟谷都长 一起商议事情 麾下最强战力 也都在这个地方 也算是对方倒霉 红远潇这边 吃笑出声 朝着旁边的谷腹拳示意 谷腹拳这边 也是带着笑容 朝着红远潇表明 自己准备妥当 一切搞定之后 红远潇已经是凝聚了死气 朝着面前的门户开启 传送阵法启动 扭曲般的空间漩涡 浮现了出来 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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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颤抖的声音浮现 空间波动也随之浮现出来 很明显从对面已经有身影浮现 朦朦胧胧 似乎正在穿过传送阵法 即将抵达 只是通过身影 明显是一名女子 说不定是红远潇 不要急着出手 这边 见此情形 红远潇抬手 朝着左右示意 避免打草惊蛇 刷 没多久的功夫 伴随着空间波动落下 红远潇的身影 果然浮现出来 红远潇这边 刚刚落地 便是瞧见了红远潇 还有其身后的麾下十大将 见到人员齐全 红远潇稍微松了口气 果然是足够重视 全部抵达这个地方 迎接潇大人 他还真的担心 对方只是 派了一些小人物过来 若是怠慢了 还不等红远潇想明白 忽然发现自己 被红远潇一把拽住 猛地扯到了对方的身后 红远潇 此事做得漂亮 接下来交给本王 红远潇赞扬的声音 响彻在红远潇的耳边 此事过后 定然是给你继攻 红远潇愣住了 什么叫做给自己继攻 他抬头来 便是惊愕地发现 红远潇还有其麾下十大将 居然是一副 准备战斗的姿态 什么意思啊 他的信件当中 难道没有很清楚地说明 那位潇大人的强悍之处吗 为什么红远潇 还要带着手下 做出这种找死的事情 红远潇神情恍惚 下一刻面色俱变 别动手啊 然而 一切都已经晚了 红远潇已经从 传送门户当中过来 红远潇可以确定 接下来出来的 必定是敌人 既如此 轰隆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 轰鸣声响起 整个殿堂当中的大阵 彻底开启 发出沉闷的轰鸣声 此刻 修为较弱的红远潇 脑瓜紫嗡嗡作响 也不知道 是被面前 红远潇的举动吓到了 还是因为这大殿当中阵法 运转时候 发出轰鸣声震荡的 不要动手 红远潇皱着眉头 他听到了红远潇的喊叫声 回头看向对方 红远潇面色惊恐 急忙朝着红远潇道 我传递回来的信件上面 不是说得很清楚 让你们不要抵抗 束手就擒 好好招待萧大人吗 你们这是在做什么 这难道是要动手不成 红远潇 这一刻 他满脑子都是问号 说好的是暗语呢 说好的是另有玄机呢 怎么这个红远潇出来之后 口中居然还真的说 不要动手了 什么意思 边上 同样已经严阵已待的谷腹权 也用错愕的目光 看向了红远潇 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为何听起来 好像跟自己的猜测 有那么一些不同 红远潇最先回过神来 紧皱着眉头 死死盯着面前的红远潇 你确定刚才说的话 不是在开玩笑吗 你竟然真的要本王投降 红远潇 别人到底是给了你什么好处 居然胆敢这么的放肆 还是说 你在那性质上面吹嘘的内容 连自己已经相信了 红远潇的表情 彻底呆滞起来 该不会对方 认为自己在夸大其词 在胡言乱语吧 的确 从自己的描述内容来看 好像是这个样子 但他说的内容 都是货真价实 没办法做假呀 红远潇这边 神情呆滞的模样 被边上古腹 全静收眼底 他脑海当中思绪飞快 转瞬之间 就好似明白了什么 很显然 他已经投敌了 穿过这个门户 抵达这边 就是为了通风报信 或者是探路 古腹全的眼中 闪烁着金光 就好似看透了真相 红远潇听的古腹全 这么说 也是有所明悟 就好像 是发现了真相 是发现了真相一样 死死盯着对方 这么说来的话 先前信纸上面的吹嘘话语 不仅仅这么简单 而是你的心里话了 红远潇的声音 也是随之 低沉了下来 浑身上下的死气 缓缓颤动 带来极大的威压 然而 在他面前的红远星 则是更加震撼 在震撼之余 他更是朝着边上 这古腹全方 向望过去 想要知道这个家伙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 冒出来的 到底会不会说话 能不能动点脑子 想到这个地方的红远星 目光移转朝着 传送门门户的方向 看过去 那边 门户当中 传送阵法构造 而成的空间波动 已经开始形成 不仅如此 还有一道朦胧虚影 正逐渐浮现出来 要朝着外面走来 红远星知道 这过来的定然是萧天 如果对方过来后 发现自己遭受到了埋伏 定然会认为自己 在里因外合 坑害了他 到时候 自己还能活 红远星不假思索 直接双手搭在了嘴边 朝着正前方喊叫起来 萧大人 小心些啊 这边有埋伏 他相信 以萧天恐怖的实力 定然能够听到自己的喊声 就当红远星 喊叫出声的时候 旁边谷腹拳开口 果然不出我所料 瞧瞧他的行为 开口的谷腹拳 眼神当中充满了自信 朝着旁边红远潇示意 神机妙算 细致入微 也不过如此了 红远潇也是勃然大怒 听到红远星 居然给敌人喊叫提醒 陡然便是一掌横推过去 哄 死气纵横 击打在了红远星身上 打得对方如同断了线的风筝 旋转着飞向远处 撞击在大殿的墙壁之上 缓缓滑落 不过 红远潇要集中力量 对付即将出现的敌人 故而这也是随手一击 没有结果的红远星 但他也能够确定 承受自己这一击的红远星 断然是没办法再动手 被打成了重伤的红远星 脸上反而露出满意的笑容 自己已经出声提醒 还被红远潇打成了重伤 这下不会被误会 性命应当是保住了 都做好准备 一出现 就立刻动手 这边 红远潇是再度开口 叮嘱四周 殿堂当中的阵法威能 已经积蓄到了极限 一旦敌人的身影出现 就定然能将其磨灭 彻底拿下 既然敌人 还要借助红远星 充当内应 就说明其实力 并没那么强大 不然 可需要借助这样的手段 强 这里已经布下天罗地网 对方必被拿下 空间波动剧烈涌动 没多久的功夫 好像缓缓平息下来 一道男子的身影 也是从当中走了出来 正是萧天 走出门户的萧天 皱着眉头 他听到了红远星 刚才的喊叫声 心中觉得奇怪 埋伏 不是说好跟这里讲明白了 怎么还能有埋伏出现 红远星 你到底 萧天走出来之后 刚刚开口 话还没说完 耳边便是传来爆喝声 动手 红远潇的咆哮声 瞬间响彻在这片天地之间 几乎是喊叫出声的瞬间 红远潇就已经率先出手了 黑色的死器 在其手中凝聚成一柄黑色的战刀 战刀之上 还萦绕着血色的丝线纹路 蕴含着恐怖之极的威能 不仅如此 整个殿堂之中的阵法 也是爆发出雷霆威压 镇压向了萧天的身上 阵法不是直接的攻势 而是给予立场威压 震慑和封锁行动 边形的古腹拳 在红远潇动手的时候 同样没留守 金色的神力化作神枪 被握持手中 捅向了面前的萧天 他跟对方一刀一枪 杀向这个突然走出来的男人 至于红远潇麾下的十大将 更是紧随其后 凝聚死气 从不同方向朝着萧天杀了过去 对方既然胆敢置身入虎穴 这次就得让他有来无回 让其好好感受一下 他们的本事 极致的杀意 瞬间朝着萧天的反向 席卷了过去 而来自于红远潇 古腹拳 以及麾下大将的攻势 也好似潮水般 连绵不绝 几乎是在动手的时候 他们都是将自己的拿手绝学 进阶施展出来 狂风咒语一样的攻击 纷纷落来 最先出手的红远潇 一刀斩击出去的时候 深邃的黑色刀身 就好似带着无边炼狱 席向萧天 铺天盖地的死气 就好像是黑色的浪潮 滚滚而来 殿堂当中 大阵凝聚的幽冥长河 更是垂落了黑色的瀑布 那源自于幽冥长河的力量 死气震荡而来的时候 更带着诡异的威能 给人的感觉 就好像是要将人 彻底地拖入死亡当中 这一刻的红远潇 战力寝刻间爆发 就好像是 真正的死亡君王降临 他手中的刀 带着死亡的浪潮 独特的死亡国度 碾压过来 势必 要在这一刀的时候 将萧天彻底拿下 旁边的古腹拳 同样出手凶狠 毫无保留地 将自身的战力迸发出来 伴随着他动手的时候 浑身上下的金色神纹 也是绽放着夺目的金光 神纹之上的金光 似乎在缓缓地流淌 顺着他的手臂 朝着神枪当中 灌注过去 枪 金属的响声 似乎跟着浮现出来 伴随着动静浮现 古腹拳头顶的金色长角 绽放光芒 好似冲破了这片殿堂 神纹呼应之下的金光 似乎是冲入了 过去久远的历史长河当中 古腹拳的身后 就好像有着古老的身影 行走而出 祝福了他手中的神枪 被过往先辈 赞颂祝福的神枪 绽放的光芒 是四周浓郁的死气 都没有办法遮掩住 呼 极短的距离 却是有着极快速度爆发的呼啸 神枪笔直的 捅向近在咫尺的萧天 必无可避 定然是要对方开场破斗 至于红远霄的麾下十大将 各显神通 只是他们进攻的角度不同 更多的是进行一个辅助方面的进攻 避免自己宣兵夺主 影响了红远霄 而且身为红远霄麾下的大将 他们更十分清楚前者的杀招攻势 故而进攻都是从各方面去封锁 密密麻麻 后方顺着墙壁滑落 一副凄惨模样的红远星 仿佛是看着一群傻子一样 望着前方红远霄等人的背影 眼神中更是浮现出一丝愤恨之色 蠢货 显直都是蠢货 在红远星的内心当中 早就已经骂开了声 明明自己性质上面内容 已经描述得很清楚 很仔细 为什么不照做 难道不会动脑子想一想 自己这么服软 到底是为什么 本身是立功 保住自己性命的好机会 绝处逢生 多不容易啊 结果呢 就被对方给破坏了 本来他们都以后机会 保住一条性命 他现在无比庆幸 拿红远霄 重伤了他 让自己能够洗清嫌疑 不然 真不知道 该怎么跟萧天解释 而这一刻 藏在后方的他 还想要看看 萧天能够用什么办法 解决这样的围攻 拥有如此可怕实力的存在 杀意抹杀残念之人 功德给对方塑造精神的存在 面对红远霄这样的塞外边王 到底该如何应对 当 伴随着巨大的碰撞声 率先响起 红远霄手中黑色的战刀 率先劈在了 萧天的脑门之上 咔嚓 清脆的碎裂声 立刻响彻起来 刀身瞬间崩裂 弹飞了出去 萧天身躯之上 本能的气息 陡然震慑而出 那漫天的死气 瞬间被凝固了下来 与此同时 萧天轻轻竖起食指 轻而易举地 抵住了筒向自己的神枪 并且 神枪的枪间 在跟萧天的止度碰撞的瞬间 巨大反阵的斥力 显现出来 金色神光 凝聚而成的枪头 瞬间崩裂 至于红远霄 那麾下十大将的攻势 更是灵星 落在萧天的身上 劈啪作响 就好像是无害的雨滴 砸在了青石板上 一碰就碎 你们 在做什么 萧天微微眯着双眼 环顾着四周 嗓音略 微有些许的低沉 四周 瞬间是安静了下来 对面的红远星 是瞠目结舌 浑身微微颤抖 他想过很多萧天面 对围攻应对的方式 例如杀意震慑 或者说是一招破敌等等 也想过他的身上 会不会有什么质保 抵御围攻的强大冲击 但打死他 都不会想得到 萧天应对的办法 居然这么简单 站在原地一动不动 任由你的攻势 落在他的身上 不动如山 那来自于红远潇 古富泉等人的攻击 全然没有能够 给萧天造成一丝一毫的伤害 唯一算动手的 就是抬起了食指 任由对方的攻击 落在上面 红远星的内心当中 无比后怕 还好他足够的机制 服软的时间比较早 不然的话 前面 红远潇 抓着手中断了的刀柄 沉默不语 忍不住咽了口唾沫 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 自己应该是没看错吧 自己刚才那一刀 应该是砍在了 对方身上才对 为什么 刀碎了 错觉吗 还是说 自己刚才是在做梦 就在红远潇抬头 朝着萧天的方向 看过去的时候 正好瞧见 萧天的瞳孔当中 新红色的光芒 一闪而逝 嗡 恐怖之急的杀意 瞬间席卷向了四周 凝聚的死气 怦然消散而开 荡然无存 殿堂当中的幽名长河 也是瞬间泯灭 好像从来没有出现过一样 仅仅是浮现出来的杀意 便是将这一切死气 都给泯灭 红远潇直面这杀意的瞬间 只感觉自己的身躯 都好像是冻结了 他的内心 更是在疯狂地咆哮 真的 一切都是真的 红远潇不是什么 所谓的叛徒 而是敌人 真的太过于强大 信件上面的内容 的确是好心 的确是在保命 面对这样 恐怖的存在 他该怎么打 红远潇咬牙切齿 恶狠狠地朝着旁边 同样呆着的古腹拳 看了过去 都是你 这一刻的他 恨不得将对方 生吞活泼了 若非是这个王八蛋 在那胡乱的分血 哪里会沦落到 这不甜点 这一刻的红远潇 恨不得将旁边的 古腹拳杀了 若是没有这个人 逼逼赖赖 自己说不定 就会听从 红远潇的建议 且不说 彻底相信 最起码等人 过来了之后 再看看情况动手 如果说 先前红远潇 跟古腹拳谈得 有多开心 那么他 现在就有多愤怒 甚至说是憋屈 最开始 他们还说 这一次的合作 将会是一个好的开始 彼此更是憧憬着 等到这一次 简单合作成功之后 将会开启 彼此之间 一个新的篇章 想到这里 又结合眼前的状况 红远潇 想笑 且不说 红远潇悲愤 复杂的心情 旁边的古腹拳 同样情绪崩溃 甚至可以说 他的脑子里 已经成了一团江湖 认知 正在崩塌 打死他想不通 为什么会这样 世上怎么可能 有这么恐怖的存在 刚才进攻的时候 近在咫尺 他看得清清楚楚 对方抬起食指 挡住自己进攻 可谓轻轻松松 甚至于 连一丝灵气 都没有动用 仅仅是仗着 肉身的力量 挡住了自己的进攻 并且 连力都没有发 不过是 朴实无华地 抬起了食指 然后放在了 自己神枪向前的 必经之路上 然后 自己引以为傲的杀招 就这么被泯灭了 无力的感觉 生疼而起 恐惧的情绪 也油然而生 没办法 此刻在他的眼中 萧天就好似一片深渊 看不真切 而当这种 未知的情绪 出现的时候 那是最为 让人感到恐惧的时刻 洪远霄 还有古父权两人 都已经 直接僵硬在了原地 那么就更不要 提周围的十大将 他们不瞎 也都清楚地瞧见 自己的攻势 落在萧天的身上 就好似洒洒水一样 而当众人呆滞的时候 萧天的目光 也是看向了 不远处的洪远兴 他见到对方 身受重伤 跌落在那边 正一脸的无辜 想起对方 还事先提醒自己 萧天明白了 事情的前因后果 极为的愤怒 你们真是无可救药 萧天的声音愤怒 指着洪远兴 他诚恳求饶 提前提点 我才允许他书写信件 提前告知 劝诫你们一二 正所谓 上天有好生之德 我也不想要 妄造杀念 只希望 他是你们自己人 能用言语 让你们幡然醒悟 放下屠刀 回头试案 可没曾想 你们听不了好话 反而借着我对你们这些 素未蒙面的人 有一丝丝怜悯 利用这个机会 来对我下杀手 设埋伏 萧天的嗓音 这一刻 都在微微地颤抖 就好像十分的失望 洪远潇嘴角抽搐 听得这话 怎么听 怎么觉得奇怪 明明你是来犯之敌 怎么搞得你 好像是绝对正义一样 还有 那信件上面的内容 从头到尾 怎么瞧 都是对你的吹嘘 何谈什么对我们的人词了 当然 洪远潇也不蠢笨 知道眼下 不可能跟这样的怪物对着干 既然他这么说 自然就要顺从 还不等他开口 萧天忽然是扭过头来 朝着古富权的方向看去 万象神族 跟那个刘颖画像一致 你就是那个族长古富权 先前 去那万象神域的时候 提及他们的族长 早就已经外出 不知道踪迹 如今竟然是出现在这个地方 想来这个万象神族的族长 来到此处 定然是有所图谋 古富权站在原地 心中忐忑 浑身冒汗 还想着 接下来该怎么办 结果 一听萧天开口 对方还认识自己 你 认识我 古富权有些懵圈 对方认识自己 可自己却不认识他 这又是个什么原因 古富权 随后心中狂喜 难道说面前之人 跟他有什么渊源 刚才对方还提及到了万象神族 还是说他跟自己的族群 有什么联系不成 机会 想到此处 古富权只觉得峰回路转 有了生机啊 地心路 是我如今麾下 他被你们新生代的 万象神族抓了去 我寻着踪迹 找了过去 如今 你们万象神族 还有万象神域 都已经是我妻子之下 你们万象神族 进阶俯守称臣 弃暗投明 独独少了你这个族长 不知所踪 原本还想着你人到了什么地方 而且 你们万象神族大变 出了天大的事情 你都没有半点的反应 跟痕迹 十分的古怪 死 念叨到这个地方 萧天瞳孔收缩 好似想到什么 恐怖的可能性 他陡然扭头 盯着那股富权 难道说 你早就已经察觉到了 万象神族的情况 故而潜藏不出 其实是想着 暗中谋划 你恐怕知道我实力不凡 故而另辟蹊径 找这种 以死气为主的存在合作 想着生死相克 我肉身强横 生机旺盛 以此来治我 难道说 这一切的一切 都是在你的算计之中 萧天瞳孔收缩 凝望着古富权 难怪洪元兴 书写信件 劝说这边弃暗投明 不要继续做错事 结果去冥完不宁 只怕就有你在从中作梗 边上的洪远霄 一听此话 大惊失色 他猛地一拍大腿 指着古富权 好啊 难怪拿了信件之后 你在旁边分析得紧紧有条 好像是为我好 其实 你是拿本王荡枪使 原来 你分析信件内容 说洪元兴 是在暗示 我们动手埋伏 真正的原因是这样 洪远霄又惊又怒 急忙转身朝着萧天拱手 这位大人 刚才拿到信件 我本来是打算相信洪元兴 奈何这个小人 在旁边叫唆 之后 洪远霄是将先前古富权分析的话 一一复盘 让萧天听得清清楚楚 最离谱的是洪远霄 居然启动阵法 以死气构造成帷幕 将先前谈话的内容 投影了出来 这就不得不说 洪远霄那是留了一手 避免今后 古富权不认账 所以在阵法上面 用了一点小手段 这 看到影像之后 萧天更是吃惊 微微发抖 可恶啊 世上怎么有你 这么歹毒之人 明明别人已经 准备改过自新 结果你三言两语 居然家人胡弄住了 要暗中害我 留你不得 听到萧天的话 古富权的第一反应 就是有点猛 刚才自己到底 听到了一些什么 为什么这么离谱的猜想 都能够圆上来啊 尤其是古富权 从萧天的口中 知道万象神域 竟然是被对方搞定 万象神族 俯首称臣 自己离开的这段时间 足中 怎么就发生了 这么天大的事情 他又想到 先前自己内心不宁 总感觉要有事情发生 难道自己冥冥之中 感应的事情 就是这个吗 不过 最让他感觉到 憋屈的一点 便是那个洪远霄 对方在先前 谈话的过程当中 竟然是利用阵法 留下了影像 给如今的情况 埋下来了一个隐患 也正是这样的隐患 居然成了 害死自己最后的一灯稻草 且听我一句解释 古富权最后 大声喊叫出声 试图做出最后的抵抗 然而 萧天的目光 却是无比冷练 我不听 话音落下的萧天 已经是横推一掌 朝着前方过去 刹那之间 死亡的烈焰 是升腾而起 萦绕在了 他的身躯四周 那殿堂当中的死气 赫然是被吸引过来 融入其中 成为了死亡烈焰 燃烧的养料 被死气作为燃料 点燃的死亡烈焰 剧烈燃烧之后的 颜色更加深邃 显得愈加神秘莫测 除此之外 萧天动手的瞬间 浑身上下 也是有着灵气 隐约之间闪烁着 让他浑身上下 朦胧了一层 闪烁的金光 好像映照着他威眼 两种截然不同的风格气质 在萧天的身上 升腾起来之后 显得格外的独特 而他这一掌 轰击出去的瞬间 更是仿佛一个世界 镇压了下来 古腹拳直面着这个威压 浑身上下都无法动弹 也没有办法躲避 只能硬生生地看着这一掌 碾压到了自己的身上 碰 几乎是这一掌处 碰到他身躯的时候 那恐怖之急的力道 瞬间席卷开来 游走于全身上下 四周的空间 在古腹拳的眼中 以肉眼可见的速度 崩坏他陷着 那崩塌的空间 仿佛是呈现 这个螺旋的姿态扭曲 而他则是被这扭曲的 空间漩涡包裹着 原本强悍的神族身躯 周身的神闻 根本无法抵抗 这股力道的撕扯 破 清脆的破碎声 立刻响彻了起来 新生代的万象神族组长 在异地他乡 跟别人的第一次合作当中 就这么的深运 死无全尸 哪怕是到死了 古腹拳的眼神当中 都还充满了茫然和疑惑 显然 他都没想到 自己居然死得这么快 转眼之间 就丢了性命 并且丢掉性命的原因 也显得十分滑稽 像个笑话 伴随着金光一闪而逝 古腹全身死之后 整个殿堂当中 恢复了原本的安静 偌大的殿堂当中 只有咔咔的声音 不断浮现 这是萧天那一掌 轰碎的空间 在复原之时 带来的动静 洪远萧已经是被 吓得不敢说话了 乖巧无比地站在那边 瞪着眼看着面前 塌陷的空间 他这里镇守的区域 空间算是被加固过的 想要轰破空间 并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 纵然强横如他 想要将面前空间 轰碎成这个模样 得不知道 耗费多少的力量 才能够做到 可面前的这个男人 刚才那一掌 轻而易举地搞定 并且 洪远萧能够看得出来 那一掌这男人 根本就没有施展权力 甚至都没怎么用力 看起来声势浩大 纯粹是耍帅 如果真的是 爆发可怕的力道 施展而出的杀招 怎么可能 那么轻松自如 怎么可能 在那一掌横 推出去的时候 还稍微调整了 一下小小的方向 让视觉效果 看上去更加的 炫彩夺目 正是通过这样 小小的细节 让洪远萧敏锐 发现萧天的一丝丝底细 正是这么一点点的 小底细 洪远萧 更加害怕起来 嗡 而就在这个关头 后方的空间 传送门户中 再度浮现出了身影 一道倩影 率先从当中走了出来 正是紫若燕 他后面才过来 那是萧天过来之前 提前商定好了的 等待片刻之后 他们再穿过门户 等待一小段时间 不过门户后面 有什么危险和问题 萧天自信 都能够在极短的时间之内 将一切都解决 动手了 出来的紫若燕 一眼便是看到了 前方破碎塌陷的空间 朝着萧天看去 有些好奇 来之前 这红元星 不是已经将信件内容 写好了吗 瞧着信件当中的内容 紫若燕也觉得 没什么太大的问题 至于吹嘘方面 他认为 自家夫君 便是这般的优秀 并不算什么夸大气词 紧跟着出来的洛 好像是听到了 紫若燕的话 立刻左右观察起来 表情有些兴奋 怎么说 难道是要战斗了吗 不要急躁 且看萧郎君 接下来如何办 紫若燕捏了捏旁边落 爱的脸蛋 皱着眉头叮嘱起来 让他不要吵闹 不久之后 龙丘白青 还有苏梦里的身影 也是从中走了出来 他们出来之后 同样好奇地观察着四周 嗯 萧天这边 忽然是皱着眉头 他发现 对面这个红远霄 居然是盯着自己老婆看 萧天不经意一个横移 挡在了红远霄 还有紫若燕的中间 微微眯着双眼 你在看什么 这边 红远霄的脸上 露出一副 活见鬼的表情 他稍微地后退了数步之后 忽然是双手合十 然后猛然拉扯开来 金光陡然迸发出来 有着龙银浮现 一枚王印忽然出现 悬浮在他的掌心之上 只是这王印金光暗淡 并且还朦胧着一层黑色的死气 没有尊贵 反而诡异 红远霄凝聚出金印之后 朝着萧天喊道 大人 我只是做一个尝试 绝对没有任何的恶意 还请见谅 说完 红远霄便是再度激活手中的王印 好 龙银浮现 王印当中的威压 开始朝着萧天后方的子若燕身上 碾压过去 只是这一瞬间 子若燕体内的帝皇威压 忽然浮现了出来 那龙银仿佛是化作了哀嚎 那王印更是振战不休 最后是倒飞了回去 砸中了红远霄的脑袋 红远霄被王印砸翻 摔倒在了地上 可表情却是欣喜若狂 红远霄突如其来的举动 让众人都是愣在了原地 不知道他这是什么意思 萧天更是一脸古怪 看着对方 不知道他这是在做什么 先前对方忽然高呼一声 提及自己没什么恶意 转眼之间 便在这个地方自己打自己 意义何在 正当萧天感到奇怪的时候 旁边的子若燕忽然开口了 他的目光神色同样充满古怪 刚才发生的事情 起因是因为你冒犯了这 虽然刚才发生的事情奇特 但他很快发现了各种原因 对方寄出那王印 迸发出气息之后 他自身的帝皇意志 自行升腾而起 就是证明 帝皇意志浮现出来的原因 更像是愤怒 因为对方寄出王印之时 弥漫而出的气息 冲击过来 那算得上是大不敬 最重要的一点 子若燕发现自己的帝皇意志 似乎对其有着 巨大的压制力 也是为何 刚才明明是对方寄出的王印 反而是砸中了对方的脑袋 果然如此 您拥有着 藏灵帝国皇室的血脉 并且极其的纯正 甚至觉醒了 红远潇神情 无比激动 浑身颤抖着 他单膝跪下 朝着子若燕 恭敬的行礼 藏灵帝国边塞峰 王霄王红远潇 见过这位殿下 说着 红远潇更是感慨 朝着子若燕说道 您的模样 跟陛下当真 是极为的相似 伴随红远潇开口 众人纷纷朝着子若燕的方向 看了过去 对于这个情况 大家并没有感到什么吃惊 反而觉得 理当如此 唯独萧天 默默地朝着旁边的旺财 看了过去 你们这藏灵世界 抑制的物质化身 转身选择的身份 还挺会选啊 主人 您说笑了 系统旺财的声音 在萧天的脑海当中响起 挑选一个好一点的身份 不是很正常吗 如果您有这样的权限 恐怕也会选择 更好的才对 萧天对此 倒是轻轻点头 较为认同 这话倒是说得对了 不远处的红远兴 听得红远潇的话 同样是惊呆了 他抬头望着子若燕的方向 目瞪口呆 谁曾想碰到的人 居然就是 藏灵帝国的血脉 并且 他刚才也清楚看到 红远潇的王印 居然是被自动弹回来 将他砸飞 其中道理很简单 红远潇虽然是封王 但终究是受封 尽管这女子自称为镇 恐怕是经营皇朝势力 称皇作帝 终究没有继承 藏灵帝国的正统 可他迸发出来的帝皇意志 居然能够让王印砸翻红远潇 砸翻的意思 就是在斥责红远潇大不敬 如此来看 这女子的帝皇意志 血脉到底是觉醒到了什么层次 强横如此 藏灵帝国的血脉吗 子若燕缓缓开口 随后抬头朝着面前的红远潇看去 既如此的话 朕的话 你应该会听从吧 还请殿下吩咐 红远潇急忙拱手 回应子若燕的话 开玩笑 正统血脉在这个地方 还有萧天这个怪物坐镇 能不听话 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 子若燕微微眯着双眼 问出了自己的问题 红远潇沉默片刻 开口道 曾经这个地方是属下的封地 只是如今了 我也不甚清楚 此地到底是什么地方 红远潇话音刚刚落下 子若燕的表情就已经有所变化 目光变得危险起来 你觉得 正是这么好糊弄的吗 子若燕说到这 体内的帝皇气息 也是再度生疼而起 朝着对面的红远潇碾压过去 此情此举 不仅仅是 子若燕已施压人 更是想要试探一下 若是真的如同红远潇说的那样 自己血脉 来自于过去的藏灵帝国正统 对方是藏灵帝国的封王 那么自己的帝皇威压 对于他来说 定然是 有着绝对的镇压效果 果不其然 当子若燕的帝皇 威压迸发而出 朝着红远潇碾压过去的时候 那原本杂翻 他在地上的亡印 居然是有所反应 当时 偌大的亡印腾空而起 上面闪耀而出的纹路 陡然呈现出一个阵法 阵法浮现之后 便是有着金色的虚幻之手 浮现而出 朝着红远潇 轰击而去 那亡印阵法 浮现出来的金色之手 如同乌语般大小 至上而下 朝着红远潇头顶摁去 金色的掌印隔空而来 都还没有触碰到红远潇 仅仅是隔空按压 就已经有莫大的力道 传递过来 嗯 红远潇闷哼一声 双膝发软 便是跪倒在了地上 上方亡印 凝聚而成的金色掌印 还在不断地往下摁压 力道更是在逐渐提升 下方的红远潇 也就越来越难受 双手开始撑在了地上 浑身颤抖 肌肤均裂出纹路来 头颅 也是被镇压低下 无法抬头 由此可见 来自于他的血脉压制 到底有多么厉害 而被死死镇压的红远潇 也是急忙大声呼喊起来 我实在是没有说话 我们曾经为藏灵帝国布重 存留记忆 十分的有限 您就算是镇压我 将这最后 一线生机剥夺走 也没有办法知道真相 红远潇的喊叫声 将其中原由简单说明 希望子若燕 能够手下留情 而且 他的求饶 也只敢嘴上说说 不敢有任何反抗的 举动和迹象 他十分的清楚 一旦自己有任何 奇怪的动向 必定会招惹来杀神之祸 子若燕神情冰冷 就这么默默地 看着面前的红远潇叫躯 下一刻 他体内的帝皇威压 也是收敛而内 不再浮现出来 那显现出阵法的王印 也是失去了力量的支持 从半空当中跌落下来 这边红远潇也是放松下来 知道自己是死里逃生 旁边 其挥下十大将 也早就已经是跪在了他的旁边 毕恭毕敬 不敢有任何反抗 毕竟他们也知道 眼下在这萧天的面前 但凡有一丝一毫的反抗 恐怕都要身孕 看这个样子 刚才的描述 应当是没有问题 这边 子若燕开口 朝着旁边萧天道 嗯 萧天这边 也仔细观察 并没有察觉到 红远潇有什么说谎的迹象 这里 红远潇依旧是跪着不起身 子若燕背负双手 凝望对方半想后 提出问题 先前红远潇提及 他无法回答内容 一旦说明 就要灰飞烟灭 你这边 该不会也要告诉我 不能说什么情报内容吗 讲到这个地方 子若燕的语气 都有一丝危险 红远潇浑身一哆嗦 他知道 一旦自己的回答不满意 恐怕这残存的人生 就要这么到头了 不不不 红远潇连忙抬手 深怕自己说得慢了 对方就直接动手 这等限制 正是我下达的禁令 这些手下的人 有些按耐不住寂寞 我深怕他们 整出什么问题来 这才不下禁止 来控制他们 其实我们知道的内容 也有限 但为了脑海中的任务 以防万一这就 红远潇的话 让旁边潇天好奇 脑海中的任务 什么意思 这位大人 想必您还有殿下 也能看出来 我们这个状态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红远潇指了指自己 开口道 紫若烟点头 不错 似生非生 似死非死 其实我们这个情况 到底怎么回事 也不太清楚 红远潇开口 指着自己道 当时我们藏陵帝国 掌控整个藏陵位面 风头无限 并且正在进行着 位面战争呢 而我身为塞外边王 掌控藏陵位面边界的 混沌宇宙 本身是领着我们 这封地洪家的大军 跟其他位面厮杀着 并且胜券在握 只是谁曾想 突然之间 陛下那边 就下达了命令 让我们退下来 不要在前线战场厮杀 黄命难为 没办法 我只能够带着族人 退回封地 放任前线 被攻占进来 随后 我们是得到了命令 铸造各种祭坛和大殿 并且选拔大军中的精锐 最终祭坛成行 我还在祭坛那坐镇 就看到有黄金巨手 抓着帝国百姓 各族生灵 丢入祭坛之内 我还奇怪着呢 就两眼一抹黑 没了意识 等到睁开双眼的时候 就发现自己 成了这不死不生 人不人 鬼不鬼的模样 并且我脑海中 只有一个命令 一个任务 就是镇守此地 保护这里的生死之气流转 不要让人破坏此处 静待时机 一旦我们潜藏 空间加层的镇守区域 开始重建天日的时候 就要重掌时间 红远霄讲到这个地方 也是摊开了双手 事情就是这个模样 到底具体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也不知道 只是陛下当初的举动 真的太离奇了 讲到这个地方 红远霄忽然是想起来 连忙喊道 不过 有一个地方 大人还有殿下 可以随我一同过去 且瞧瞧看看 说不定 以您的实力和眼见 还能够发现什么东西 红远霄这边献殷勤 让子若嫣面露古怪 吃笑起来 倒也是主仆一个模子 都是要在前方带路啊